唯有基于对本民族的文化认知 方能建立起更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习 责任取措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这样说道 今年27岁的责任取措 是一名地地道道的长渡姑娘 也是长渡第一个在读藏学博士生 目前就职于西藏大学文学院 自2007年开始学习藏学 至今已经有十个年头了 在学校里 他曾多次获得国家奖学金及一系列荣誉 在谈到自己的经历时 他给我们分享最多的 还是求学路上的一些经验和心得 在新闻学中开边的人 也很合格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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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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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为七百年来 一代代人的记录和研究 一个民族悠久的历史 和多彩的文化 才得以传承 在当今 这个多民族融合的时代 更是需要许多 像泽人取措这样的 民族文化传承者 不停地去探索 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